目前幕后 在这个日益讲求精致与包装的年代 我们能欣赏到的表演艺术 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和范畴了 而这正是表演艺术迷人的地方 在表演艺术当中 戏剧是最广为人知的一项 到了今天剧场的形式已变化多端了 但是无论如何变化 它还是结合了肢体动作 表情语言 音乐 舞蹈 布景 服装 灯光设计等等 这些都是剧场演出 不可或缺的艺术元素哦 所以说 戏剧的展演 不但是一项庞大又复杂的工程 同时也是展演团队分工合作的综合艺术 因此 不论是演出前的准备 演出中的配合和演出后的拆台 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保持绝佳的状态和默契 才不至于手忙脚乱 你们知道一出戏剧在演出时 前台后台的工作人员要做些什么事吗 现在让我们透过镜头一起来看看 一出戏剧从准备到演出 需要注意到的面向有哪些 一出完美的戏剧 要能呈现在观众面前 需要靠许多不同的专业人员分工合作才能完成的 高大的布景和多样的道具 是整个舞台令人眼睛一亮的地方 这需要透过许多人通力合作才能布置完成 布景 服装 道具 音响 甚至整体的这个排练 都需要很多的人力以及付出 另外 灯光师负责装灯 调灯 及演出时的灯光控制 要给整出戏剧最棒的气氛 当然 音效的呈现也是不能忽略的地方 演出前最后的彩排工作 是绝对不能省略的过程 演员们对戏 只为今夜完美的演出 现在我们来到后台 演员们正在着装和化妆 演员正式赋予这出戏生命的灵魂人物 接着我们到演艺厅前来瞧一瞧 文轩和负责票务的行政人员 也正在服务前来观赏的群众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在剧场正式演出中 是如何将一出戏 呈现在众人眼前的 会相Yes 我们在 términ以来 我要去找杨妹妹她们 还有那只肯德基 他们一定认不出来我是谁了 国王 国王 一部戏剧的演出 需要目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同力合作 才能呈现给观众欣赏 站在幕前演出 当然会觉得很荣耀 不过别忘了 幕后的工作人员也是大工程哦 演出结束后 别忘了以热烈的掌声 给他们鼓励加油 回报他们精彩的演出